就是說 其實老師呢 我們在手機裡面 您用過Line Line的話 拍照之後 可不可以直接辨識裡面的文字 可以 那事實上呢 以前我們在手機上 也有一個叫做Google智慧鏡頭 你也可以 拍你要的文件 他就直接幫你翻譯或找 這個 那個什麼 找地點 辨識圖片之類的 現在這個功能 也把它移到了哪裡 瀏覽器上面 所以呢 您可以透過這樣子 比如說你看 我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字 已經是圖片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在 網頁上面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鍵 您可以找到這裡 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使用Google Lens Google Lens就是所謂的智慧鏡頭 那麼 它就可以讓您自行去決定 我要 這個螢幕上的哪一個範圍 用這個地方去做搜尋 來 我為了讓大家 了解這樣的功能 我來考考大家一個問題 你看這裡 你如果會用這個功能 你就知道 當 有問到 不會的 不會的 該怎麼做 來 這個 您看一下 這一題 我開放做檔 這個花 有沒有看過 最近應該不多 大概六七月份之後比較多 那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是在 台中育才街那邊 那我們 畢業的時候是在晚上 那晚上的我們整條路都是這個樹 又加上黃色的燈光 它又開得很漂亮 這樣整個垂下來 所以很有 畢業的fue 呵呵呵 好 我就問看看老師 請問您知道 這個是什麼花嗎 如果你不知道的 要怎麼做 來這裡 你看 我直接在圖片上 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Google智慧鏡頭 所以這叫做以圖找圖 這樣了解嗎 按下去 有沒有在右手邊 馬上幫你找了 這樣你知道叫什麼花了嗎 有沒有發現 在右手邊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功能很好用 那 很多人會跟這個黃花宮林木 就是有點混淆 因為黃花宮林木的 不會有這個豆莢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這個豆莢 嘿 所以像這樣 答對的 趕快 You're the best You're the best 這樣 有沒有簡單 You're the best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是針對 直接圖片 對不對 那如果我只想 我想要 局部的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看我在這邊 我就 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右鍵 Google智慧鏡頭 我只想找這裡 有沒有可以自己框範圍 你也可以喔 你看右手邊 他馬上幫你找 這個在哪裡 但是我不是要這個 我想要把文字拿出來 你看 他有辨識過的文字 有沒有可以複製 這樣是把圖片裡面的文字就抓出來了 所以你電腦上也可以這樣用 不是只有手機上可以用喔 以前你只要你必須 適用在手機上才有 現在電腦上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很方便 你一定要比學生厲害一點好嗎 像這樣子 這個叫做Google智慧鏡頭 跟老師分享一下 我看 μέ下 你就有那個 你看